做完運動 金山都醒了 你又來 我們就想買少少早餐回到酒店吃 才開始今天的行程 然後下了樓下的便利店看看有什麼賣 其實也挺方便的 在便利店盯完食物 走幾步就可以坐升降機上房 慢慢看著這個景 很Chill的吃早餐 然後才出門口 第二天旅程開始了 我們會去海雲台的小火車 看看可不可以吃到醬油蟹 因為我知道那間應該都是受歡迎的 是一個不只是醬油蟹 是醬油海鮮拼盤 剛才司機叫我們準備相機 但我不肯定是我們要給人拍 還是他叫我們去拍 我聽得明白只有這麼多 我們試一下拍前面 大家會有什麼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原來司機是說給我知道 叫我準備拍這個圓形 這裏 非常好 OK OK 謝謝 好漂亮啊 很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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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他都忍不住 打算拍 其實我在自拍 是嗎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在這裏 接著走去這個 滅坡站 他搭小貨車 不知道去到哪裏呢 然後金山 他懶得看著海 我們走這邊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很快就來到小貨車的站了 幸好我找到韓國的朋友幫我預約 那就不用排隊了 我看到前面已經很多人了 是啊 這裏呢 要預約的話 要用韓國的信用卡 還有韓國的電話 所以呢 都幾麻煩 我是電郵 真的問了他們 是否不能用外國的信用卡 去訂 他回答我真的不行 所以 這個景點 不是給外國的遊客 進來呢 我們搭一個sky capsule 就要上二樓 好 大家看看 就是會搭這些小貨車 超可愛啊 藍色這輛很漂亮啊 上面有花紋的 不過不是我們坐 是我們前面的坨 我們坐後面 他們這樣沿著海 有沒有知道什麼 一路走 比我想像中抖 看到我一邊搖一下搖一下 金山都在拍照 忍不住 好漂亮啊 外面是一無無際的大海 旁邊會有其他小貨車 好漂亮啊 我已經慈窮了 不會說任何的事情 我們這個季節來是剛剛好 因為車應該是沒有冷氣和沒有暖氣的 大約25分鐘左右就到站了 這輛車是包廂購買的 所以你不需要跟別人搖一下 可以在裡面任務無套 要拍200幅照才夠 它是超美的 超可愛的 外面的風景又是超美的 好玩嗎 漂亮嗎 漂亮啊 我看到其實車速跟別人走的速度差不多 我們跟別人 這堆人 對 你認得他的樣子 下了小火車之後 我們打算走出海邊看看 不知道有些什麼的呢 是一望無際的水平線 好壯觀啊 這裡每一間都可以在門口拍照 又是一些看不明白的東西 吃麵包應該 咖啡 我聞到超香咖啡味 今早才喝了咖啡 對 嘩 嘩 這間好美啊 這間也好美啊 它有少少韓屋 再加一些很Chill的音樂 好棒啊 中間這裡有一間cafe 是全部大窗 應該呢 可以無止境 嘩 任吃這個風景啊 嘩 給大家知道 我們知道我在哪裏 吃東西了 我們去吃醬油蟹 GO 到了到了到了 吃這一間了 我派了金山 過去找位 先看了餐牌 我看到已經是極吸引了 你有誰想吃啊 都很吸引 是啊 這裡是有英文的menu 太好了 這個裏面 是白飯 它有些銀杏 有些紅腰豆 之後就會有這些紫菜啊 酸薑啊 然後是泡菜 然後我們的主角 嘩 好浮誇啊 這個 我要先拍十萬張照片 超美 之後有碗湯 還有一點點前菜 現在整張桌 都是東西啊 醬油蝦 我記得三文魚 蝦 蟹 還有鮑魚 都是很好吃的 這麼浮誇的醬油海鮮套餐 一個人都不用二百元 雖然它不是那些超飽高的醬油蟹 但是完全滿足了我想吃醬油海鮮的心 我們現在去了海雲台的大街逛逛逛 打算看看有沒有地方唱田 但我覺得這裡沒有以前那麼繁榮 在我印象中我來過 是很多人很多人的 這裡就很多人了 買飲料的 完全不懂 這邊有很多掃街的小食檔 我們的胃口真的很小 我們吃完剛才海鮮拼盤 吃不下啊 海雲台走到最短短 就會有個超級無敵長的沙灘 今生很想見到的比堅尼女郎 當然不會被她看到 現在11月哪會有啊 之後我們來到新世界百貨 旁邊 就有樂天trafit plaza 我找到我的目標了 究竟今天可以幫朋友買多袋呢 究竟有沒有生活呢 我買不到了 她已經結束了 雖然有點傷心 但我決定用最快的時間去療傷 就是看Gentle Monster 所以我去拍了 差不多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但是這幅是你喜歡的 比較淺色的 好像是正方形 對你來說太大 你臉太細了 買了啦 還可以退水 無緣無故呢 無緣無故呢 有人在職場 正在看吞拿魚 這裡是三番茼尼 這裡是Otoro 這裡是Otoro 這裡是中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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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番茼尼 好想吃啊 它已經有去到和牛的花紋了 這個Otoro 它中間很好吃 旁邊是根 是中茼尼 但很香 對 而且很油脂 它真的好像在吃和牛一樣 很油 我們是不是不用吃晚飯了 現在5時吃完這個 我們又完了 雖然買不到MS 但我們在百貨公司的戰績 有我三代 這位先生 都買了 他終於買東西了 我們走了三個小時 剛剛拿了票 打算吃燒肉 本來打算吃另一間 但那一間 已經是完完全全敷了的小店 他說今天晚上沒有空位了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站附近 找東西吃 看到這間很吸引 裡面的煙通超美 大家可以看到這區 基本上沒有什麼人 唯獨是這間店 極多人 應該 是好吃的 剛剛阿爸幫我們放了一些芝士 還有那個應該是辣醬 在火爐 看到嗎 它是玫瑰金色 上面好像UFO 這裡的煙通很華麗 沒有其他語言菜 只有韓文 我們最後就點了一個套 就是第一個 我們翻譯了是豬肉套 當然吃燒肉 就要配啤酒 套餐裡面有五花肉 然後中間應該是豬的內臟 還有隔壁 我猜是豬頸肉之類 那個樣子 對 那個樣子 我其實也不太肯定 然後豬皮也到了 你看它成型了 現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豬大腸 我想說這間真的超級好吃 那些肉本身的食材漂亮 不用過多的調味 還有超級抵食 我們兩個飽得差點 吃不完捧著肚子 才大約$200多港幣 完完全全是找到一間民區的寶藏小店 我真的很喜歡鑽窿去找一些餐廳 多過遊客區的店 這樣反而會找到很多意外驚喜 好了 吃完這餐第二天 我們就回首爾了 上火車之前 我們就在車站那裡吃一些早餐 今生那個是魚膏烏冬 我那個是芝士拉麵 還有有任吃的泡菜 這幾天已經習慣了跟Yougal Chasay相處了 全部都是韓文 很簡單吃完這餐就回首爾了 酒店的Room Tour 下星期會組成首爾和虎山兩間一起出 所以大家記得期待下星期的影片 Bye Bye первый 我們馬上三日下星期有一個畫面 寶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